今早Kitty請你的朋友有嚴明熙Gigi 早安 早安 大家好 我是Gigi 嚴明熙 最近在電視上經常見到你的演出 自從參加了歌唱比賽之後 人氣都可以說是爆燈 說一下參加這個歌唱比賽 今次是一個比較大型的上電視比賽 你那時候有沒有猶豫 你是考慮參加還是不參加呢 其實有想過不參加還是參加的 那時候我記得有一個太空人的宣傳 我就好奇 這是什麼比賽 聽說是比賽 然後我一看 原來是唱歌比賽 但它是用太空人來展現給大家看 我就覺得很神奇 我就問我的老師或家人 他們就說不如你去試一下 那我就參加了 那時候有想過不參加是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你覺得跟太空人沒有什麼關係 那也不是的 因為始終要上電視 我覺得有點害怕 還有怕適應不到 因為我知道應該會跟平時我參加的比賽不同 這個我想大家也會幻想得到 當你平時學校的校制比賽 參加贏就贏 輸就輸 過完之後大家都不見了 但一上電視是另一件事 你那時候怎麼克服這個恐懼呢 我覺得自己這個人 適應能力都可以 所以在參加比賽過程中 可能要一些拍攝 或者一些訓練都好 都慢慢適應 到現在都可以 大家都看到你的表現 都非常淡定 我知道你學唱歌 都因為有故障 故障都發掘到你的潛能 我相信是否參加很多比賽 顧掌都會去鼓勵你 即是說去你試吧 不要浪費 其實他是會鼓勵我 我還沒參加這個比賽之前 他其實還有一些體能訓練 因為他真的覺得我的氣不夠 顧掌親節訓練你 其實他是一名消防員 但他退休了 所以我有很多東西都是他教出來 例如手時 或者一些 一些紀律的東西 沒錯就是紀律的東西 也是他教得我比較多 即是在你心目中 雖然他現在坐在你附近 但你不要當他在這個空間裡 孤掌是不是對於你 從小到大也是很嚴格的呢 我覺得是的 因為小時候 我還沒學唱歌之前 其實他是教我 輔導我功課的那些 那我就非常害怕他 因為他所有東西都 非常守己律 即是不行 你提你錯的 就要改 那我就非常害怕他 而且他的樣子很兇 以前是 不是 戴著口罩 我看到他的腰果眼 以前是 他以前是很兇的 因為我還沒找到自己的目標 即是很散亂 即是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有點迷惘 所以他可能會很著緊你 所以對我會很嚴格 但到我學了唱歌之後 知道自己的目標 他就開始令到 即是他不會真的要你做什麼 讀好一些書 其實都真的多得孤掌 所以我見你之前在訪問也有說 他就好像你的領域一個靈魂 雖然你沒有出糧給他 但他就真的給了很多指引你 我想很多東西就是給你很多信心 即是當你找到你自己喜歡 或者擅長的東西之後 其實整個人都會 信心回來了 好了 習不習慣呢 這一段時間都一年 叫做參加了比賽 到現在都差不多 即是由訓練 拍攝開始 都習慣的 但一開始當然會有點不習慣 但因為我這個人覺得 所有東西都勇於挑戰 是一件好事 所以就慢慢會去適應 即是就算自己不適應也好 盡量去體驗當中的樂趣 即是你從小到大都是這個性格的 就不關姑丈的事 這就不關姑丈的事 這就不關姑丈的事 喂 你要試 就不會的 因為這些應該都逼不了 因為你是白羊座 白羊座都是直率的 竟然 其實是 都有點衝的 都有點熱情 我想問一下 最不習慣是甚麼 是要面對鏡頭 是要跟很多人交流 因為我相信你年紀還是很輕 要面對很多陌生人 其實是很驚慌的一件事 最不習慣應該是說話 即是聊天 即是現在這一刻 現在已經好了很多 即是一開始比賽的時候 以為比賽就是比賽 唱歌 最多是拍攝一下 介紹我自己 介紹我唱甚麼歌 但沒想到原來會有記者訪問你 那時我就很驚慌 因為我自己說話 有時會想不到詞語 有時會嘔嘔嘔 有時空氣突然靜止了 但你平時 譬如我撇開不是真的做訪問 不是面對傳媒 私底下的閻明熙 即是在學校或是在家 是不是都是一個寡言的人 在家就還好 但如果在學校 通常都是跟幾個比較友善的同學 一起說話 即使我說錯了些甚麼 或是說甚麼 他們都應該會明白我 但如果相對起比較不熟的同學 我就會很少說話或是不說話 其實你已經說得很好 十幾歲的話 對著一些陌生人 要不斷問你一些事 你又要馬上回答 即是馬上回答 即是馬上回答 即是不准想 其實都是一個鍛鍊 剛才你提到 曾經也有想過 上電視 怕會不會有很多人看到 或是同學仔 都一定會討論 再加上 你是換了一個形象 即是你剪了一個很 標準的頭髮 還有一些打扮 在這個關口 又需要一些勇氣去衝破 我覺得 我自己可能比較 即是新鮮感的東西 對我比較是一個好的感覺 即是你自己反應是welcome的 即是試一下 即是那時髮型師一剪我的頭髮 我看到自己是想笑的 但是慢慢都接納了 因為他真的幫助了我很多 即是 如果是我以前那個中分頭髮 應該沒有人會認得出 嗯 對 而且也要很感謝造型師想 我覺得也是 即是這個 我很同意 即是第一下 你當然會覺得 很少人有這個髮型 但就是因為這樣 而記得了 好啦 你回到學校 那些同學仔 有沒有什麼討論 即是會走過來 喂喂 你唱歌 有沒有被人淘汰 即是有沒有在 二輪分 你一回到學校 就已經變成了 即是大家一個 會討論的話題 他們會的 有時候問 你是不是錄影的 之後 誰淘汰了 誰淘汰了 我說 可能不能說 即是不要緊 那我猜 即是大家都很好奇 你不用說的 你顏頭和顏頭 差不多是這樣 那你自己覺得這樣是開心 還是覺得有點煩 開心的 即是大家證明 都對這個節目有些關注 然後 又不會不開心 因為 其實我個人很少不開心 是 雖然你的樣子很酷 是嗎 有沒有很多人誤解你呢 我覺得 我覺得會有點誤解 即是如果你未夠熟悉我 是 因為如果你不熟悉我 我通常是很少笑的 是呀 但是 如果你熟悉我 就知道 其實我也是一個很容易忍不住笑的人 是 但為什麼比賽的時候 都比較少見你笑呢 可能我覺得自己 因為很認真 對 而且我覺得自己笑好像不太好看 所以就很少笑 而且想裝作 裝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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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 年輕笑艾是笑容才是最無敵的 不過你現在就 給人一個感覺就是 酷 即是有一個冷酷的形象 對 可能我自己也做不到可愛的路線 所以就隨便走酷 其實也不用的 不是人人都需要走那些 這次你推出了自己個人第一首的歌曲 不是參加比賽 唱人家的歌 有自己的歌 叫做真話的清高 沒錯 這是你第一首的個人作品 是的 在演繹或當你接到這首歌的時候 心情又是如何呢 心情是非常激動 但同時都在想 我要準備些什麼 嗯 那你準備了些什麼 準備了些什麼 當然要熟悉一下這首歌 即是哪裏高音你都要知道 哪裏可能情感上要運用 都大概知道那個浪 但進入錄音室 就到監製細編 但細編之前 又會有老師幫我訓練一下技巧 所以身邊也有很多小天使幫助你 所以又順利又推出這首歌 你自己錄完之後滿不滿意呢 當自己聽第一次或第二次的時候 會覺得有點尷尬 是 無論是看MV還是聽一首歌 哈哈 哪裏比較尷尬 你覺得 應該看MV看自己的樣子會比較尷尬 對 你期待拍拖 你期待拍拖 期待拍拖 小時候會想過 但現在有目標之後 就沒有想過這件事 嗯嗯 對 沒拍拖之後 監製 田慈仁先生 都有跟我說過整首歌的感覺 是 加上我自己經常幻想的東西 幻想到故事出來 就是幻想你拍拖之後被騙 差不多是這樣 但是 是不是主旨呢 整首歌的主旨應該是 信任是男女之間應該是最基本的東西 嗯 如果你連信任這個基本的東西都做不好的話 那這段感情應該不會長久或者快樂 因為大家如果不信任對方 不信任彼此的話 那就應該不會太長 是 應該 因為你真的沒有試過 所以你就保持一個比較中立的態度 應該不會的 應該不會的 是啊 那麼 到你拍拖的時候 再告訴我們 你再演繹這首歌 好 另外一種感覺 不過很開心看到你 參加了這個比賽 踏出了這個第一步之後 有一個這麼好的發展 顧長又在你身邊支持你 也有很多其他公司的同事 還有你的戰友 還有你的戰友 我看到你們都很開心 有時候會一起拍照 會見一下 頭髮開得很漂亮 期待你更多的作品 還有更多的演繹 因為大家可能都會看到你在比賽演繹 不同的歌曲的時候 也有很多不同的造型 或者有很多可塑性 還在等你 有很多東西可以看得到 你要加油 而且讀書也要加油 謝謝你 你要努力 好 今早我們聽一下 嚴明楯 第一首歌曲 辛勒 アナレイ 曲バル